我不是从报社辞职了吗 然后辞职了很久以后 我爸的朋友问我爸说 你女儿辞职以后在干嘛 我爸都说没干嘛 因为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解释 我在干嘛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份工作 帕皮酱这个东西的产生 就是天生地利人和吧 你说真说到什么11年12年 那时候互联网也不是现在这样 就你可能那时候真不一定行 我理解的是人有能力 不单单足够的 你还要有这个平台 有时代机遇是吗 对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成功 都是天生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 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网红 是因为网红被贴了很多标签 其实太在意自己的标签啊 也会阻止自己的进步 可是我反而觉得是 网红明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吧 或者说一些好的渠道 跟一些好的发展 为什么不认这个身份 我是潘岳 过去五年一直从事电视新闻工作 大事发生我在场 是新闻人的最大荣耀 然而随着合业不断受到新技术 回心工具冲击 媒体从业者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焦虑和迷茫 事实上 这也是中国大部分行业正在经历着的改变 我们化作流量里的微尘 在追求效率和速度的过程中 逐渐感到困惑和孤独 与此同时 新兴考虑的判明者 也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误解和伤害 这里是创新变化的中国 也是探索智识的中国 更是价值冲突的中国 世界新生一世 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 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 我们好奇 手机电脑屏幕的另一端 究竟在发生着什么 我们好奇 是哪些人在推动中国向前 他们又承受着怎样的质疑 拥有着怎样的故事 我们希望能够承担起这份媒体责任 通过镜头把中国故事 呈现给全世界 创变中国 让被误解 不再成为表达者的宿命 北辰青年 国内知名的青年成长社群 作为创变中国的内容合作方 为我们连接到了上千所高校的大学生 以及36座城市的白领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也不了解他们的背景 但就是这样的头脑风暴 逐渐构成了这档节目的灵魂 他们的困惑 思考和疑问 渗透到节目制作的全过程 我们称之为素人表决 很多人都称90后为叔叔阿姨们 叔叔阿姨们 对 那你这种80后要怎么称 小姐姐 但是大家为什么会频繁地使用 各种各样的网络心词呢 是为了彰显自己非常的潮吗 因为自己没有被时代抛弃 对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已经被抛弃 最可怕的就是你第二天晚上你在睡觉 然后然后头一天晚上醒来 不是醒来 醒来之后发现周围的人都在说一件事情 而你不知道 然后你什么都不知道 对然后你又觉得那种很可怕 被抛弃的被抛弃 就是被抛弃就觉得很可怕吗 就是我觉得各种压力都更大了一点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网络更发达了 我们每天接触的信息很多 你就会开始很焦虑 就人一旦一开始面对很多信息就会焦虑 然后开始很多就业的平台 可能跟你的专业也有关系 反正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压力更大 就我们这一辈 焦虑是当代中国人的痛病 仿佛一夜之间 我们不再随身携带现金 而是用手机完成支付 不再依赖限量资讯 而是被信息洪流淹没 不再局限重复劳动 而是将智慧赋予激起 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集越来越少 我们不断寻求思想和情感寄托 因而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意见领袖 应运而生 个体崛起时代 悄然来临 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前辈跟我讲 他说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时代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是让媒体人可以有钱的 你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他说挺好的 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过 但是我会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就怎么说呢 就是以前确实你没有想到通过 写内容也可以创业 对 我不是从报社辞职了吗 然后辞职了很久以后 我爸的朋友问我爸说你女儿辞职以后在干嘛 我爸都说没干嘛 因为他不知道 不知道 他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解释我在干嘛 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份工作 这是方以敏 李贝卡的异想世界主理人 曾经的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 2014年创办公众号以来 全平台粉丝数从零突破700万 敲开了异想世界的大门 他先后获得华南地区最受欢迎时尚自媒体 最具商业号召力时尚自媒体等称号 文章推广 联名定制等合作案例 屡破销售记录 广告主付投率也屡创行业新高 小程序电商首次上新 七分钟销售额便突破100万 微信团队惊呼 此举为小程序从未有过的爆发式销售案例 被粉丝们亲切地称为买买买教主 我做的这个号之前 很多人就跟我说 你做这种号很容易被人骂的 因为你发你的包包啊 你的衣服 你买东西 就会有人说你在晒 因为以前不是经常在论坛上 论坛上会看到有人发这些 就会有一堆人在后面说他 然后我就说我好幸运 我发现我做这个公众号 就是有这样的声音的人特别的少 包括我的评论 因为评论我全部都是能看到的嘛 就很少会有人说 你是不是在晒啊 你是不是想要怎么怎么 很少有这种声音 我后来发现可能是 大家的认知其实还是不一样了 跟以前比 吸引力反则 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吸引到什么样的 这也是有可能 因为自媒体其实最好的地方就是 他的背后是一个人嘛 就是你喜欢这个人 你才会关注他 你才会愿意看他写的东西 那这个可能也是会吸引到秩序相投的人 提到自媒体这个词 不得不提到姜亦磊 在被网友们广泛熟知以前 他曾有四年时间在家待业 依靠老公做编剧的微博收入 勉强度日 而现在的他 是人称宇宙第一网红的POPPY醬 我是POPPY醬 经常演出以来 有关POPPY醬的新闻 开始密集地出现在各大媒体网站 未来是什么样 交给未来的自己回答 我们都不用为了天亮去跑 跑下去 天 自己会亮 早期工作经历就很少 就我代业那四年 属于是就也什么都试过 演员也去试过戏 然后做过舞台剧的导演助理 然后做过动画片的编剧导演配音 就是然后跟同学还一块 那个创业 然后创没多长时间 大家就发现啊失败了 然后就就什么都做过 你们最喜欢的 就是自己最长情的网红 是什么样的 谁可以说一说 我觉得应该是POPP醬吧 是吗 POPP醬 因为他不仅仅是活在那一个 像我们平时见到这种互联网的视频 或者传媒平台也好 他有很多会跟大萤幕合作 就是他跨界跨得比较大 对 既然今天大家这么高兴 不如咱们一块请凌姐吃个饭 庆祝我们守住家园 逆袭相权 对 而且他本身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区别很多网红的一点 但是你们现在去审美一个网红 也是主要看他有没有才华吗 是这种评判标准吗 还是会比较肤浅的就是看他好不好看 有一句话是始于颜值限于才华 我也没有听说这句话 我是POPP醬 一个仅美貌与才华余生的女子 其实在你这个红了之后 大家都觉得你才华特别横溢 然后回头看看你的那四年 就觉得好像被浪费掉了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就有POPP醬的话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POPP醬这个东西的产生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吧 你说真说到什么11年12年 那时候互联网也不是现在这样 就你可能那时候真不一定行 我理解的是人有能力不单单足够的 你还要有这个平台有时代机遇什么 对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成功都是天时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 你怎么看待自己当时的这个机遇器 我一直对自己的一个看法是 首先是你自身有一定的条件 你接受了一定的专业教育 然后你有想表达的东西 你有想做的东西 然后正好赶上当时互联网上 没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产品出现 也不是产品作品出现 同时又赶上了很多平台 可能它正想要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正好就赶上了这个气口 拍摄当天 Papi将带领团队为一条广告视频 看了两个小时的选题会 事实上 他的网络视频中大部分取景 都出自于这间小小的办公室 而为了给创变中国拍摄短视频 Papi还带着小伙伴们溜进了南厕所 这个选题特别好 你要别管我 你要继续让我记下 别管我 我之前看你们好多视频 我都觉得你们这个工作水应该是特别大 我的我个人的团队是只有这些人 就我们一起做内容的话是这些人 然后我们员工确实有很多 但是有很多就是forPapiTube的博主啊什么的 嗯 就专门服侍您的 就只有这几位什么服侍 也不能服侍了 不是娘娘 她也没有那么说 我们都是娘娘 只要是就是大家一起 其实我们是每一个博主 都会有一个team专门去为他们 去做内容啊 或者是推广方面啊 就不仅仅是我 包括我们签约的其他博主 对 都会有一些去support他们的一些人员 嗯 像今天这种选题会 是不是每天都会有 差不多每一天 他们其实有时候不希望我来得太勤 嗯 因为会干扰到他们工作 但事实呢 你是每天都来 我只要没什么事 基本上就会来 噓 我听见 我的手机 真是小 哈哈哈 我觉得这块红眼 我怕刚刚刚看了会疲惫 不对啊 他有了 他其实应该是有新手机 这好的时候 但是我不知道 他在这里停在 我打 哈哈哈哈 我的孩子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我看你今天讨论一个广告都要头脑风暴 为什么要做到这个程度 就是你首先是你要客户的诉求你得全都达到 然后你自己内容的标准你不能放弃掉 因为不然的话如果你内容做的很稀巴烂 这样其实对客户也是不好的 然后对我们自身也是不好的 所以就不管是有没有植入 我们对内容都是非常的 就是上心 但有广告的时候 你肯定要更要想我怎么 首先把他的所有的权益给他传得到 然后我们这个视频怎么又让观众 哪怕知道你是广告 我依然可以看下去 现在好像在做广告哦 噓 以后我就叫你们小八和大八了 那个你能把我手机还给我吗 小八大八叫妈妈 妈妈 就大家其实都会以为我们做内容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就是包括杨明啊 杨明你想他这 我的合伙人呀这可是 他以为我拍视频玩着就拍了 其实根本就不是 就像就像比如说拿你来说 有很多人以为记者就是随便问问问题就行了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然后其实做内容做短视频 你再短的内容也好 只要但凡是比较好的内容 你都得就是挖空心思的去想 他到底怎么做 我这个视频面 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的梗做的到不到位 等等等等等等 就是你们觉得 Party这个IP的运作 未来以后会有什么样的转型的方向 我觉得不一样 不过我认为啊 就大家听听我说对不对啊 就是这个它其实不是一个东西的转型 它其实是两个的转型 一个是Party本人的一个升级 一个是Party内容的升级 我觉得这是两件 两件 我觉得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个人的升级比如说你去做一些 脱离Party醬的 它的视频内容的东西 你可能去做比如说上一些综艺啊 或者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做Party醬这个内容的时候 它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升级 或者是一个改变 它就说对不对 对对对 是这意思 对对对 是吧 IP运营是每个自媒体人成名之后 都要持续面对的问题 采访黎贝卡那天 我也问了她如何保持品牌活力 尤其是看到她为新款衣服选品的专注和专业事 我很好奇 她是如何从传统媒体人转型成实业家的 咱们刚才呢 就是在选品的过程当中 我看你也是亲力亲为 就是给姑娘们试衣服呀 怎么扣扣子呀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 对啊 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是经常会发生的吗 也不是经常在这个事的过程 一个是看看有没有一些是不要的 或者是有一些是要调整的 还有一些是就是觉得 就是就定的是它作为重点款这样的 对 朝外期特别特别辛苦 嗯 我其实主要是跟他们开会啊 然后就是定一些思路啊 主题啊 还有一些设计的元素 比较辛苦的是执行 但其实是您之前是做记者 然后选择了这条 就是个人品牌的这个路之后 其实有很多东西 可能就是倒逼着自己要去学 比如说就是设计呀 审美呀 选款呀 面料呀 各种各样的 就您刚说的 其中最困难的哪个环节 每个环节都挺困难的 就是 肯定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但是很多东西 其实是有专业壁垒的 像设计 包括面料这种 那对我来说 就比较难的 其实是在于 你要跟每个环节的专业人士 去打交道 然后 要听懂他们 说的话和逻辑 就是会接触到很多 其实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网红的 就是这种普及 然后造成了一个时代的焦虑 这种焦虑就是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一直在创造年轻人 你要做自己 然后你要表达出自己的东西 然后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甚至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那这个时候 年轻人其实就会 开始去思考 我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然后当你看到 网络上有一批网红 过着各种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时候 那种焦虑感是由然而生的 为什么他在游艇上 我在办公室里苦兵的打键盘 所以大家想成为网红吗 想 内心都是想的 是吗 就你敢说 就看上去赚钱 很轻易的 00后一般都是这么直接 对 就其实我想的 网红你不一定 只能做那种表面上网红 做一个有趣有态度的网红 也是一件好事 有态度指的是 就我能够去 如果我变强大之后 我能去帮助那些弱小的人 这也是我尽小做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网红这身份挺好的 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网红 是因为网红被贴了很多标签 可是我反而觉得是 网红明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便利吧 或者说一些好的渠道 跟一些好的发展 为什么不认这个身份啊 就是完全可以大方的接受啊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还想当网红呢 那我就教给你们怎么当网红啊 这没有什么啊 我觉得就还 反正我不会 我觉得网红就网红 而我就网红就买东西 怎么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莫凡 我今天是来给你们种草 这个面部你们看我们就一直在转发 是因为我们找了100个人去评测 张莫凡 中国最早一批兴起的网红 全网粉丝量将近3000万 资产过亿的美妆公司女总裁 2017年 新浪微博最具商业价值红人奖第一名获得者 所有这些标签都让这个90后女孩拥有着同龄人少有的光环 也承受着她们少有的压力 整容脸 一装风 擅长事件炒作 在很多人心中 这些词 往往和网红联系在一起 学生时代的我 虽然很叛逆 但活得也很认真 也有人议论我整容 我觉得 每一个女孩都有追求美丽的权利 这没有错 从人人网到微博 其实我一直都是在做自己 如果要照顾到每个人的看法 那我该活得多平庸 其实你是一个特别招人喜欢的人 真的是 就是最早我其实对你是不了解的 但是我要做这个专题的时候 但凡这个圈子的人都跟我说 你要能找到张莫凡就好了 然后我就开始研究你的那些东西 我发现你其实不是传统的网红 就是至少从现阶段来看 你够不够的是一种KOL吧 就像你说的一些话呀 什么会影响到别人会怎么样的 包括就好像是在这个车里 有天你去机场的路上 然后你就讲了一段说 很多人对网红对微伤 油解什么的 你能不能再跟我们说说这个呢 我觉得那个说的真的特别好 其实我当时说那个话 并不是说因为我是网红的原因 是因为我在朋友一个小的粉丝圈里聊天 他就说他做微商 然后很多人就都看不起他 我说其实你不要在意别人看得起看不起你 因为每一个行业 比如说金融行业厉害吧 踢起来都很高端吧 有没有骗子 也有骗子对吧 多了 现在就更多 其实只不过就是不要因为一个行业 然后给自己贴上标签 我也不希望别人因为一个行业 其实这种感觉就跟地狱黑似的 就一定要给别人上贴一些标签 因为其实行业 就这些行业里面人是参差不齐的 不能说只看到坏的 不看到好的 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选择什么行业 这个行业有什么标签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做 就像比如说有的人说护肤品 化妆品 就是那水很深的 你要想好好做 你就真的能好好做 你要不想好好做 那你也可以做的 就是非常不动混杂的 别笑 你别笑 你别笑 那么在一整天的跟坊下来之后呢 我就发现这个91年的女孩 她的三观特别正 她老强调说我是网红 我做国货 我以此为荣 如果不是今天我亲眼见到 她花了一个小时来回卸妆 就为了拍这个口红的试色照 用了三个小时去部署一个星期的工作 我真的不敢相信 这个瘦小的女孩有这么强大的能量 爱飞梦那有几号啊 一整天吗 嗯 现在时间 现在就是时间的问题 21号之前什么都不要给我安排了 你之前有说今年18年的这个营业额 大概是想要做到1.8亿 嗯 现在是达到了多少 现在大概七八千万吧 七八千万 有信心吗 就是这个大目标今年能完成 应该差不多吧 因为其实我们公司不是一个就是这种绩效考核导向很重的公司 就是没有说必须要完成什么什么样 玩不成就怎么怎么样 我们其实还是因为这一年赶上前两年的红利啊 就是网红经济的红利 那这一年其实我更想沉浸下来好好做品牌 所以我们其实上半年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做品牌的一些梳理 还有内部的一些调整 我觉得这些做好了我们才能真正往前跑 而如果一味的不断的去追求一个营业额或者追求一个绩效的话 反而可能会让这个公司跑得太快而断掉 其实大家都很想听你讲网红经济 因为之前我看你上面有一个那个奖状 就是微博最具商业价值红人奖 大概是前年 去年 前年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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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当了那个颁奖嘉宾 对 然后当时这个最具商业价值红人奖 它的这个平盘标准 我看到大概是有传播互动跟商业 那你觉得自己做最好的事 其实我反而觉得是都比较平衡 所以才做的比较好 因为其实现在网红分类很多嘛 有的人是商业做的非常好 但是在于互动方面或者传播方面做的比较差 就是跟粉丝可能没有更近一距离的沟通 反而是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卖东西 那有一些人可能是互动做的非常棒 就是或者说传播做的非常棒 粉丝有很多 流量有很多 但是在商业边线这块可能稍微差了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当时我也是有分析过 因为我不知道我当时是第一 我很惊讶 我怎么可能是第一 就是厉害人那么多 我不可能是第一 我当时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然后后来我觉得那可能是因为我这三点 都会比较平衡一点 然后才拿到那个奖 但是其实你的这个买你产品的人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你微博的粉丝 是怎么维持他们这么长期的一个年薪 一个是靠持续不断的产出好的内容 有价值的内容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心态吧 就是一个网红的心态 我怎么对待我粉丝 粉丝就会怎么对待我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原因 其实优质内容产出这个东西 对于很多网红来说就是一个瓶颈 然后别人会不会产生审美疲劳等等的问题 怎么克服 怎么克服 开会呗 就是确实会有遇到这种情况 那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我会可能先想停一停 然后会去问问粉丝的意见 你们想看什么 你们想听什么 你们想了解什么 但是其实所谓消费者需求 客户需求 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就是他们想要的可能也都是一些虚假的 就是不是真的他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还是要靠自己的一个网感 那这个时候 无非就是多看看别人的东西 然后另外就是让自己先冷静冷静 沉淀沉淀 然后还有呢 就是去我们也会一起开会 然后大家集思广益 大家一起掉头吧 模仿Papi的人特别多 甚至有人想蹭你的热度啊什么的 包括前一段有 那你自己怎么看这些现象 我觉得这种就 首先你控制不了 我是觉得控制不了的事情 就不去管他 我反正是觉得如果他模仿你 说明他不如你 因为他没有创造的能力 认同 那他既然走在你的后面 你为什么要回头看他 所以我是觉得就不足为惧 而且有的人可能只是模仿了一个 精分这样的一个表象 还有用这个加速器啊什么的 内容方面 可能跟你这边差的很远 对 其实你如果没有盒的话 你只是去抓一个表 抓一个形式的话 那其实是不行 Papi的盒是什么 内容 其实就是原创的一些内容 内容的持续更新创作 你其实有冒过这方面的焦虑呢 焦虑倒是没有 就是不夸张的时候 我们选题其实没有断过 但是我前两天 微博上有一个 我关注的一个做漫画的 他发了一个 是别人在推特上的一个 一个一条推 就是说有很多人会觉得 漫画家一周可以出一画的话 那么他按道理来说 他一个月就可以出四画 但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那对我们视频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你 我可以保持一个 保持一个定量的一个更新 我也可以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标准 但是你总会有累的时候 这是创遍中国的第一期 从节目筹备 拍摄 剪辑 播出 前后历史将近一年 今天你们看到的这些嘉宾 以及素人表决的那些年轻人 都是无偿接受我们访问的 还有无数站在屏幕背后 默默付出和支持我们的同路人 大家的共同心愿 就是通过一档节目 记录下这个时代的本来面貌 感谢你看到了这里 希望你对个体崛起时代 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下一期 我们将要探讨的主题 是自媒体的社会担当 没收成规 不是我的态度 改变路上 我们并不孤独 有梦的人 就算不安就算彷徨 心只说想 热泪盈眶 融化所有血与风伤 梦想从未离开 我们满怀期待 Try that in change 改变现在 Try that in change 创造未来 改变就在现在 梦想从未离开 我们不再徘徊 Try that in change 改变现在 Try that in change 创造未来 创造美好未来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 独家音频合作 腾讯微视独家短视频合作 更多相关视频 请下载凤凰秀客户端 imtry it imtry i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